中小學即將開學 為了減輕學生的壓力 中國大陸現在發佈一系列教改政策 要推動所謂的雙減 也就是要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 也要減輕他們校外補習的負擔 具體的規定就包括小學一年級 二年級的學生不准考比試 三年級以上 每個學期也只可以有一次期末考 學校不可以按照考試的成績 來進行能力分班 而此外 針對青少年沉迷網路遊戲 嚴重影響身心健康 甚至會製造社會問題 中國官方現在也記出了 嚴格的管理措施 所有網路遊戲業者 向青少年所提供的遊戲服務時間 大幅縮減 並且也要落實實名制註冊登記 今年的這個秋季學期 是中小學全面落實雙減的第一個學期 中國大陸推動中小學雙減 不但要減輕中小學生 在校內的課業負擔 也要減輕校外補習的負擔 小學一二年級不進行直筆考試 義務教育其他年級由學校每學期 組織一次期末考試 國中以上可安排一次其中考 但命題不准太難 學校也不得依照考試成績 進行能力分班 小學一年級學生不得有家庭作業 國中生的家庭作業也有限制 每天寫作業的時間不能超過1.5小時 但為了因應每天至少兩小時的課後輔導 除了安排老師彈性上下班 還要聘任退休教師或社會專業人士 以填補人力缺口 青少年沉迷線上遊戲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中國官方決定強力整頓 嚴格限制所有網路遊戲業者 向青少年提供網路遊戲服務的時間 規定只能在星期五六日 合法定節假日的晚間八點到九點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時的服務 平日一律禁止提供 綜合報導 在星期五到